27. 《蘋果日報》 中國天然氣復派錯17% 被洗倉超智能3月4月8成 2015年7月18日財經要問B02本部信 廣告焦點轉移 三四線股熱炒不再,個別更淪為提款機被洗倉 中國天然氣931被沽空機構Glocos搶淡,雙方隔空開火 而股份昨日復派後,一倒跌如30%,另一隻早前熱炒的半身股 超智能8355在3日內由於大清貨內跌85% 機者 沈J. 豪王佩林有分析員稱 市場對這類炒概念的股份有戒心,已經不似之前牛市半 不理股值,業績照炒上去 中國天然氣主席簡志堅,日前高調向沽空機構挑機 以Glocos昨日則再發報告追擊 Glocos再唱淡該機構值指公司的大有敵以及自衛的解釋 未能說服他們,所以維持強烈沽出的投資評級 目標價為0.08元,中國天然氣服牌後一倒跌穿1元至0.99元 其後走勢略為回穩,最終收補1.21元,下跌17.1% 簡直堅決Glocos,暫時先輸第一輪 對於公司昨日股價表現,簡視有另一見解 他向本部表示,聲稱經過昨日後大部分股票落入大戶及專業投資者手上 成本最便宜在1.18至1.2元間 故認為股價低於這個水平,投資者不會沽貨 更算稱公司一有重大通告發出,沽空基金真的會死得很慘 他有稱,上述入貨的投資者,有能力推高股價,自製出貨環境 這邊雙中國天然氣味分勝負,那邊雙超智能及慘遭洗倉 股份今年5月底配售上市後,首日最多升18倍至6.7元 勸商,概念股炒爆然而,超智能過去3日股壓沉重 有4.78元的至0.7元的水平,但營業配股價0.36元有近一倍的升幅 經華山一研究部主管彭偉新認為,現時的市況太若流強 概念股只講夢想,最後只會炒爆 投資者被人咬一次,想他們再進場玩意很難 市況非特別好,就算炒概念也只會炒一、兩日超短線 他提醒這類概念股份,股價波動會很大 而內地資金也很難從A股中抽出來 故此世價股易小鳥水猴入場炒 招銀國際研究部策略師蘇佩峰指出,股市下初後 以小鳥賣殼等概念股,而藍籌股易回落不少 資金自然被吸引到大價股之上 投資者皆心事多了,但不代表他們不炒概念股 不過會特別避開市值太高的股份 可能會集中在3億至5億元市值的股份 博他們有賣賀概念